要说娱乐圈理秀恩爱最久的一对 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谢霆锋和王妃 王妃与谢霆锋在2000至2023年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两人在官方宣布关系后 就把对方当做了生活的伴侣 一起纹身 一起买房 一起同居 一起送礼物 两人经常在公众面前撒狗粮 在这段时间里 清纯女神张柏芝的忽然介入 让风飞恋的关系陷入了危机 即使两人采取了各种手段 尽力维持 最终仍是感情破碎而分道扬镳 谢霆锋与王妃分手后 两人各自与张柏芝 李阿鹏先后成婚 但婚后几年 又先后离了婚 兜兜转转又在一起 在王妃和谢霆锋在机场牵手的照片里 大家看到了王妃的这种自在 53岁的她不仅和小11岁的谢霆锋谈恋爱 而且整个状态非常不53岁 她梳着两个俏皮的小麻花辫 穿着搭配 也个性随意 除了她和谢霆锋的爱情 被讨论最多的还有她的育儿 她自己就坦诚不做贤妻良母 不会做饭 也不会一心只为孩子付出 她说她对孩子的保护预急担忧 只存在于他们的婴幼时期 过了这个阶段 就把他们当作独立个体 去相处和交流了 当年采访时被问到 会不会为窦镜彤 找个理想的父亲时 王妃的态度也非常明确 从来没想过 为孩子找理想的父亲 即便是自己将来找伴侣 也是为自己找 1999年 王妃上综艺《腔腔三人行》 窦文涛说 很多女人都觉得谈恋爱 谈一段时间 就想要一个结果 问她会不会有 她的回答是 这个结果不能以结婚为标准 不得不说 自在和自由 就是王妃身上最大的魅力 她结过婚 离过婚 生了孩子 如今只恋爱不结婚 她怎样的生活都过了 却没有让自己 待在一个固定的范式里 如她自己所说 任何事情的处理方法 都是顺其自然 遵从自己的感受 不仅如此 作为创作者 王妃身上还有一点游戏精神 她说她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要有不一样的游戏方式 总之 她不过一劳永逸 一成不变的生活 婚姻和孩子 与她而言都是体验和经历 绝不是束缚和归宿 她的归宿是她自己 我不追求成为好妻子 也不在乎成为好妈妈 我有成为自己的强烈渴望 都追求活得更从容 更丰富 更自在 王妃的丈夫李亚鹏 在去年官宣二婚 并有了女儿后 令许多网民欢呼 感叹她总算从王妃造成的 伤害中解脱出来 步入新的人生 并预祝她与太太 海哈惊喜共度余生 而张柏芝时不时 被怀疑有了新的男朋友 并被爆出和异性一起购物 手拉着手的合照 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去年情人节这天 这个让所有情侣和夫妻 都感到无比激动的大日子 张柏芝在网上发布了一条 关于滑雪的视频 一个身穿雪橇妆 露着一张面孔的神秘男人 就这样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一开始 大家还以为 她是张柏芝的好朋友 但随着她的动作 大家都意识到 这个男人可能不是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在猜测 张柏芝和她的关系 很可能是好事来了 张柏芝在下面配了一句话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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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柏芝在情人节的时候 向所有人宣布了自己和新男朋友的关系 现在的张柏芝42岁了 生了三个小孩 离婚几年再谈恋爱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王飞刚离婚一年 她的前任谢霆锋就和王飞和好了 不仅李亚鹏被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张柏芝自己也很难受 轰轰烈烈的两人恋爱 让张柏芝 李亚鹏及其子女受到了严重伤害 谢霆锋 王飞两人仿佛在分别之后 重新开始了新的人生 另外 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后 并没有和她断了关系 而是按时给张柏芝寄了一笔钱 还帮她负担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费 但是张柏芝却把这笔钱藏得很好 从来没有用过 要说谢霆锋 对张柏芝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是骗人的 自从张柏芝的丑闻被爆出来后 她就保持了沉默 而王飞则是不做任何反应 对前男友的爱情视而不见 也许他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所以才会这么做 命运兜兜转转 爱情依旧热热烈烈 仿佛梦回二十三年前 谢霆锋 王飞两人高调牵手秀恩爱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少人对这段分分合合 还是她们的感情表示祝福 但更多的是对两个人的嘲讽与攻击 还不 有人为张柏芝一难评 觉得她是大冤种 其实 早前张柏芝就有回应过 没有逃避 没有生气 十分坦然 给他们一百分的祝福 或许 这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 从请多关照开始 从各自安好结束 不似年轻时 对待感情那样 一起时声势浩大 分开后痛不欲生 爱情是有生命周期的 婚姻更是 离婚并不意味着感情的失败 而是各自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追求 就像张柏芝和谢霆锋 注定不是一路人 一个好安逸 一个追求事业 一个太黏人 一个桀骜不驯 分开后 翻旧账 诋毁对方 才是感情里最不堪的事情 他们最难得一点在于 从来没有因为感情的改变 而否定当初 一起时的那份真诚 离婚后 也能够彼此间 友好的相处 虽然身份变了 但他们依旧是朋友 是亲人 对张柏芝而言 谢霆锋就像是 最熟悉的陌生人 是儿子的父亲 仅此而已 谢霆锋也坦言 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比原来更好了 可能更适合当朋友 很欣赏他的善良 和敢爱敢恨 感激他 替自己说了很多好话 现在张柏芝很忙 每天忙着选品和直播 事业重心也搬到了内地 但孩子一直都是他的焦点 又当爹又当妈 在他的悉心照料之下 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感情从来不是人生的单行线 好的感情一直都是携手相伴 奈何人生不只有童话 也是残忍 冷酷的 甚至有时候还是随机的 谁都无法预料 一段感情的结局到底如何 能双赢 当然好 如果不能 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 离婚后 双方能否能放下恩怨 化敌为友 毕竟一别两宽 不抱怨不诋毁 不仅是给自己的体面 也是给对方留余地 近日 张柏芝工作室 晒出了一张工作团队合照 并配文 团队已经集合完毕 现在张柏芝撸起袖子努力了 随着张柏芝的曝光率不断攀升 毫无疑问 她是当下的女演员 现在她身上最大的亮点 就是老三小王子的身世 虽然香港八卦媒体定期爆料 但各种版本的小王子父亲 都被张柏芝一一否认 虽然她否认 但她并没有说实话 从那以后 让观众越来越好奇 这也大大增加了张柏芝的知名度 还有人气 名气这么大 还筹不上门合作吗 由此看来 未来几年 张柏芝不太可能说出真相 她必须保持 其社会地位 并创造显著的经济影响 家里的弟弟 需要张柏芝 挣钱养家糊口 三个儿子的未来 都在她身上 若不是谢霆锋 与王菲分道扬镳 他们成功地结成了一对 若不是张柏芝 与李亚鹏 各取了一对 他们四人的人生 会不会完全不同 可是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不管是对是错 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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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